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NCT成员Tay 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 发生了交通事故 8月15号 SN娱乐官方声明表示 今天凌晨,太医完成行程后 骑着摩托车回家的途中 遭遇交通事故 立即前往医院进行精密检查跟治疗 检查结果显示,幼大腿骨折 医疗人员建议需要进行手术 目前Tay正在为即将进行的手术 接受必要的治疗以及休养 因此Tay将在短期内 暂停所有行程,专心进行治疗跟康复 同时,由于Tay将 无法参加8月26号的NCT演唱会 请求粉丝们给予谅解 这程度的话是重伤吧 甚至还要在舞台跳舞的人 希望可以远离摩托车,早而康复 摩托车车祸这程度的话 算是不幸中大幸了 看到太多死亡植物人身体障碍的情况 所以不是为了工作就不要 下礼拜开始演唱会 加上自己当兵前的最后一张正规专辑 年纪最大的哥哥怎么可以这样 都有怕出车祸所以不开车的爱德 人气爱德为什么要骑摩托车呢? 附近也需要很长时间 好心疼 希望Tay能早而康复 5050在今年初 以K-POP歌手最短时间进入 皮尼波的HAT白排行后 直到上周也在排名41位 成为K-POP女团史上 首个连续20周进入该榜单的组合 并且5050的Cupid也成为既蓬炭酸胆的Porter之后 史上第三个最长时间进入皮尼波的HAT白的K-POP歌曲 这纪录是超越了蓬炭酸胆的Dynamite 以及Sight的Kernan Style的大纪录 除此之外 5050在英国官方单曲排行榜上 也连续20周入榜 也入围了2023MTB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K-POP奖项 将与BlackPink、Aspel17、Tuber by Together、Stray Kids等组合竞争 但是5050目前与所属公司发生了纠纷 所以网友们都非常好奇 他们的全球人气是否能持续下去 而在这个消息被报道的同时 韩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时事最终节目 也预告了8月19号会播放5050的内容了 从之前就觉得他们已经完蛋了 但这次是真的完蛋了 正在活动中的爱豆出演K-K-K-S-R-G-S-P-T 形象真的完蛋了 所以是以后真的无法回归无法活动了吧 怎么8个人都这么无知 要说是8个人还是12个人呢 太太太无知了 我会在K-K-K-S-R-G-S-P-T播放之后 给大家详细整理一下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矫正坐姿的 瑞浅政绩坐店 瑞浅政绩坐店 是在韩国荣获200多项专利设计系统认证 通过SGS检测 不含有毒物质与安全性测试的坐店 因为人体工学设计 能够紧密支撑骨盆腰部和背部 所以能够防止你不知不觉的 就像乌龟一样伸出头部 腰部弯曲 而坐店底部的圆形背状 能够分散腰部承受的压力 即使长时间坐着 也不会对腰部造成负担 能够帮助长时间保持正确的坐姿 然后因为坐店不易滑动 所以就算不搭配椅子 也可以直接在地面使用 最重要的是 一般其他品牌 只有分大人跟小孩的尺寸 但其实男女的体型骨盆角度不同 需要专属尺寸设计 而如意潜政绩坐店 是市售唯一一男女体型设计的政绩坐店 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你平常的坐姿不好 或者是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人 为了健康 非常推荐使用如意潜政绩坐店 有兴趣的人 可以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享受无二折的专属优惠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李斯拉平的金千万 爆笑韩往的可爱事物 又好笑又可爱 旁边的人都要哭了可可 Sakura是怎么忍住的呢 我觉得不需要跳毒舞的部分最好笑可可 金千万可可看一次天空 看一下右边左边的成员 突然跳肩帮舞的部分 真的太好笑了 已经看了N边 却有点进来了 真的太洗脑了金小透 肩帮舞跟歌曲很像蜡笔小新 超好笑可可 那我们再看一遍吧 比详游戏 med着 sakura saku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